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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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能從中文門找 我們感謝主有機會在一起 來敬拜讚美他 今天早晨我們來一同思想一個題目 就是在科恩哥後書 我們剛剛所讀的經文裡面 講到寶貝在瓦氣裡 前兩年有一本書 是一本見證的書 這本見證的書 它的名字叫做《珍珠計畫》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珍珠行動計畫 這個書講這個見證發生在1981年6月18號的一個晚上 所以離現在剛好就是幾天 那麼他們最近在紀念這個珍珠行動計畫的成功 那麼在1981年6月18號的晚上 有一艘這個拖船 那麼它拖了一艘平底的船在後面 這個平底的船上面 載了232噸的重量的一個貨物 那貨物裡頭是一百萬本的聖經 他們從菲律賓出發 經過了幾個禮拜 到達了山東的海岸邊 那麼當時有內地的教會的 將近一萬名的基督徒在海邊等候 那麼他們在黑暗的裡頭 把這232噸一百萬本的聖經 交在了當地聖徒的手中 那麼我們曉得在1981年的時候 在中國聖經還是不能夠公開的 能夠有的 那麼這一百萬本的聖經 神的話語 當他們被傳到神的兒女的手中的時候 帶來了在中國以後許多年 他們所需要的屬民的糧食 那麼也因為這一次計劃的成功 造成了中國政府 他們面對這一個很嚴重的一個事實 那麼就是他們禁止聖經的這件事情 那麼經過時代雜誌的報導 他們開始允許官方的印發的聖經 那麼這一件行動的背後 有一位這個弟兄 那麼他的名字叫做David 那麼這個故事呢 他就是寫他怎麼樣子 來完成這次的珍珠的計劃 那麼這個David的弟兄呢 那麼現在年紀已經不小了 那麼他已經在做這樣子的宣教 以及幫助基督教的事工的事情上面 已經進行了非常多的年 那麼這本書的作者呢 他寫了這樣子一段話 作者是Paul Hathaway 那麼他寫說 他說這件事情的話呢 這位David這個弟兄呢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是一個這樣子一個普通的人 那麼這個普通的人 跟我們一樣充滿了各樣的軟弱 可是呢 這位萬王之王 如果說是 這件事情是使這位萬王之王喜悦 而且使用他的話 那麼他就可以使用他 像你跟我一樣的使用他 那麼這件事情我想非常激怒我們的心 因為在這樣子一個艱難的一個時代的裡面 那麼神能夠使用這個卑微的軟弱的氣力 來完成他所要做的這個旨意的事情 我們實在感謝他 那麼我們今天在思想這個題目 就是寶貝在瓦器裡的時候 那我就想起這一位弟兄來 因為我想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非常獨特的地方 我想他最獨特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他的心裡頭有寶貝在他這個瓦器裡面 那麼在哥仁多後書我們剛剛所説的經文裡頭講到 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面 要顯明這麼大的能力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瓦器我想讓我們想起一件事情來 瓦器讓我們想起說我們是泥土所造的 神造完的時候用塵土所造 那麼他藉著大衛告訴我們說 神知道我們的本體我們的本質 失戀我們不過是什麼 是塵土 那麼講到我們這個人 很是平凡的 是低微的這個塵土所造的 可是呢 同時瓦器呢 他又提醒我們說 這個瓦器是有一個神的心意在裡面的 因為這個瓦器是被製作出來的 而這個瓦器的被製作 是要帶出來神的一個心意 讓他這瓦器能夠成為一個表達神心意的一個器皿 那寶貝是什麼呢 寶貝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頭 在科恩科書四章裡頭呢 他表現了有三面的意義在裡面 那麼基本上他當然是指著 耶穌基督內住在基督徒生命裡頭的這個生命 那麼首先呢 他講到是這個真理 是神的真道 那麼在這個後書四章第一節第二節就講到說 神把這個真理表明出來的職份 托付了給基督徒 托付了給教會 那麼所以這個寶貝在裡面 為什麼他托付給我們 能夠叫這個真道能夠 在我們身上能夠表明出來呢 因為神的話呢 沒有一句是不帶能力的 路加福音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而且詩篇也講說 他所有就有 命力就利 因為神的話是帶著能力的 那麼這個話是刻在每一個基督徒的心板上面 可是這個話 不是用頭腦的知識在那裡團遞而已 最重要的 這個話 必須是在我們的生命的裡頭 讓這個話 從我們的生命裡面活出來的時候 這個話是帶著能力的 能夠教人 能夠信主得救 那麼第二件事情 就是這個寶貝呢 是講到這個福音 講到這個福音的真光在我們裡面 這個第四章第六節裡講到 神榮耀的光照在基督的面上 而這個光呢 要從瓦器的身上怎麼樣 要能夠反射出來 那麼 羅馬書一章告訴我們說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是要救一切相信的 所以福音的真光 在這個瓦器的裡面 位置是要救一切的相信的 同時呢 第四章七節告訴我們說 這個是一個莫大的能力 這個能力是同樣的 在神當中創造宇宙天空萬物的能力 今天這個能力在我們的裡面 這個能力也曾經叫 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這個同樣的能力 今天住在靈我的裡面 所以我們看見這三件事情 藉著哥倫多後書四章 我們啟示到 知道我們所有一切的 這個寶貝在我們身上 所託付的一件事情 那是在真理的基礎上面 藉著聖靈的能力 叫神的福音 能夠藉著非為了瓦器 能夠完全的彰顯出來 那麼寶貝在這個瓦器的裡面 是神預格的恩典 我們雖然是瓦器 可是卻是一個有寶貝在裡面的瓦器 所以這個瓦器是跟一般的瓦器 大不相同的 那麼我們一面呢 被提醒我們是一個瓦器 在舊約裡頭呢 有幾個故事 讓我們想起這些事情來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扫羅這個人 扫羅的故事我們也許很熟悉 那麼他是以色列王國的第一個君王 那麼神當初 在這個薩姆尔去告他的時候呢 這個扫羅是非常謙卑的 那麼他說 我是在這以色列中最小的一族 變亞民族 然後在變亞民族中呢 我附加又是最小的 我怎麼配得能夠成為神 選選的以色列的君王呢 可是這個事情並沒有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等到扫羅真正做了君王的時候 他的心開始遠離了神 他的心開始成為一個驕傲的人 那麼他沒有辦法再順服在神的恩典的選擇裡面 因此當一個瓦器忘記他是一個瓦器的時候 他也許就以為自己是一個寶貝 那麼在這樣子一個光景的裡面 我們曉得扫羅後來他沒有辦法繼續的在神的恩典裡頭來做王 那麼神就拒絕了他選擇了一個大位 那麼另外一位是所羅門 所羅門跟扫羅很不一樣 扫羅是一個卑微家庭出身的 所羅門卻是一個生長在帝王之家的一個官二代 富二代 一個有身份的人 那麼可是所羅門他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我們曉得所羅門他怎麼樣 他向神祈求這件事情 他要智慧 為什麼要智慧 因為他要求神給他智慧 能夠治理神所托福他的百姓 他在真言書裡頭說什麼 他說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所以告訴我們一條尋找智慧的路 他知道智慧的寶貴 他說要尋找智慧 如同什麼尋找什麼真寶一丹 可是我們也曉得 扫羅門到了晚年的時候 他面對了一件事情 這事情是什麼 當他有許多的丁妃妻子在他的身邊 他的心遠離了神 他開始敬拜這些丁妃所敬拜的外國神 叫神的心以後非常的傷痛 雖然他知道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可是他卻弃絕了這個智慧最基本的一個原則 所以在他們兩個人身上 我想給我們提醒到 我們的確是有神的恩典 可是我們也是一個瓦器 這是我們不能夠忘記的 還有一個人是彼得 彼得最有名的故事我們都知道 彼得曾經三次不認主 可是在彼得的身上 我們看見了主一個恩典的挽回 這是主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一件偉大的事情 在彼得身上顯明出來 彼得他在年輕的時候 是一個最 我們可以用這個字號比較衝動型的 那麼他有什麼問題呢 他第一個回答 有什麼事情呢 他要代表去做 那麼有的人要問說你的父子攪不攪睡呢 他不去問耶穌他就講過什麼 我們當然要攪 所以耶穌只好讓他去釣魚了 那麼這件事情的話呢 讓我們看見彼得是一個非常直長子 直性子的人 可是在主挽回他以後的年日 我們看見他的性格 在耶穌基督的手裡頭被製作 他的性格得到了改變 他的性格正正的 漸漸的像耶穌基督的形象 那麼在彼得前後書裡頭 我想我們可以找到很多蛛絲馬跡 比方說他講說要有忍耐 忍耐要有節制 那麼這些事情是彼得原來的生命裡頭 可能沒有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他的身上卻慢慢地成為一個事實 所以瓦器仍然是瓦器 可是當那個寶貝的生命在他身上 成為一個實際的時候 這個瓦器就是有一個寶貝在瓦器裡面的 一個成為和神心意的一個器 我們另外一面也被提醒 作為基督徒 我們可以過得勝的生活 我們藉著這個在我們生命裡頭的寶貝 我們可以過一個得勝的生活 那麼最好的例子 我想在信任裡頭是法羅 他有得勝的秘訣 因為他清楚認識這個事實 他認識說寶貝在瓦器裡頭的意義 那麼他知道要藉著耶穌基督的大能 來彰顯在他的軟膜上面 那麼謙卑地順服地 在神所允許他要生活的那個環境裡頭 那麼我想這個是一個極大的一件挑戰 因為很多的時候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這個基督徒有寶貝在裡頭 可是當困難的環境挑戰的環境 臨到我們的身上的時候 特別切身的身上的時候 臨到我們周圍我們最親的人的身上的時候 我們會遇見這個挑戰 這個挑戰就是我們是不是還能夠清楚的 非常的平靜的能夠順服在神所許可的這個環境裡頭 神我們雖然知道他掌管萬一掌管一切的環境 可是當一個悖逆的環境臨到我們身上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一個極大的考驗 可是我們也曾經講過這個環境的臨到有神的能力 因為這是一個機會 這個危機就是一個轉機 這個危機是我們認識神的好機會 因為在這樣子一個機會裡頭 我們能夠依靠基督的恩典與大能大力來生活 因為一面主賜給我們這個能力 能夠宣揚他的福音 更重要的也能夠在生活裡頭 能夠過一個得勝的生活 那麼先前在主席在禮詩的時候 遭遇到我們讀過這個聖經 講到在零後十二章九節 他說這是保羅跟主禱告以後 主的回答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臥上顯得完全 那麼對於主的這個回答 保羅他有一個回應 他講說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絡 好叫基督的能力 復批 這個是一個保羅得勝的一個秘訣 那麼我想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 也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們可以來更多的來看他的學習 那麼我們講到寶貝在瓦器裡面 這個很像是一個 這個調詢的調詢 就是說這是一個這是paradox 這是一個好像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 因為寶羅他在那裡講說 我什麼時候軟絡 就什麼時候剛強 那麼到底軟絡跟剛強 怎麼可能同時出現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麼軟絡是怎麼軟絡的 剛強是怎麼剛強的呢 那麼這個寶貝特別在這個逆境中呢 能夠彰顯出他的大能來 先前我們讀的經文裡面就講到 好這段經文我想很多人可能讀了很多次 因為這個是就像我講的 它是好像是一個非常矛盾在那裡故鄉 兩個極端的一件事情在那裡描述 是不是是一個paradox的一個statement 那麼他說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理作難卻不致失望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 打倒了卻不致死亡 那麼所以到底怎麼可能在這些的環境裡頭 四面被圍住了不被困住呢 那麼心理頭這樣子做難是 就是不知所措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不知失望呢 我想在這個詩篇裡頭 大魏的詩篇呢 可以給我們一些這樣子的亮光 那麼這個詩篇呢是詩篇57篇 那麼詩篇57篇裡頭大魏講說 他說神啊我心堅定 我心堅定 我要唱詩我要歌頌 那麼詩篇當然是一個唱頌的一個詩篇 那麼我們讀這樣子的詩篇的話呢 我們覺得說是真是理所當然的 那麼可是如果說我們仔細去看它這個詩篇的寫作的背景的話 我們會發覺這個詩篇所要傳達的信息 卻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一個信息 這個詩篇的背景 記載在《薩摩記》下的24章 那麼他講到這個故事 我們曉得當神選了這位新的以色列的君王 那麼代替扫羅的時候 扫羅心裡頭是什麼 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所以呢扫羅想說 我呢就來把這個神所選的這個新的君王怎麼樣殺掉 那麼就沒有吧 因此呢扫羅就到處追殺這個大衛 那麼追殺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到一個地步大衛就無處可躲 最後呢就到處躲在曠野裡頭 躲在山洞裡頭 那麼有一天呢你說巧不巧 大衛呢因為被扫羅追得太緊 他就躲進一個山洞裡頭 那麼扫羅越滴越近 越滴越近 最後呢他那天急著要上廁所 那麼因此呢他也要找一個山洞 那巧而不巧就進到什麼 同樣的一個山洞裡頭去 是不是 那麼大家想想看 這個當一個有身殺全民的君王 這麼靠近他所要追殺的那個人的時候 那麼他如果發現大衛就在洞裡的話 他會做一些什麼事呢 他當然什麼立刻就把他殺掉 是不是 可是呢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看見大衛他藉著這個背景 在這樣一個危急的環境裡頭 他寫了這首詩歌 這首詩歌的中心的思想 講到他的什麼心裡頭的一個狀況 他在這個時候怎麼樣 他的心裡頭依靠神 他心裡頭依靠神 他說我心堅定 我心堅定 而且呢他不但在這個時候依靠神 我要唱詩 我要讚美 我要聖讚美 歌手 那麼我曉得 在這個詩篇121篇 他曾經就講過什麼 我要向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他說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因為這一位造天地萬物的主 是我的幫助 他的心裡頭堅定 不是無願無故的 他也不是自己在對自己做安慰的事情 他來心裡頭堅心的依靠神 所以在我們四面受敵 能夠不被困住的原因 那是因為我們心裡頭 能夠堅心的依靠神 那麼 零後四章八節就講說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 打倒卻不致死亡 我想我們難免會有逼迫跟艱難 在我們生活裡頭 每個人都會遇見 可是這些環境以後的逼迫跟艱難 是不是能夠一直滲透到我們這個人心靈的身處 如果說我們清楚認識這個瓦器裡頭 真的有這個寶貝的話 我們會經歷到這個事實 這些外面的環境 並不能夠滲透到我們心裡的身處 這些環境雖然是存在 可是它並不能夠震撼搖動這個人 因為我們能夠靠著主他的大力大力 使我們在逼迫跟艱難的理念 能夠因著主的同在 就能夠唱出得勝的詩歌 就像剛剛大衛一樣 在《使徒行傳》裡頭 我們讀到一段保羅的故事 保羅在第一次去宣教的時候 他以前沒有做過這個事情 所以他不曉得會面對怎麼樣的挑戰 結果他就到了這個城市叫做露斯德 在以高尼這個地方 大概在今年 在現在的南歐 或者在小雅西雅的 塞浦路斯塔的上面 一個點邊上 那麼在那裡的話 他就跟這些猶太人傳福音 那麼這些猶太人聽了以後怎麼樣 當然不能夠接受他 那麼不接受的話 他們就給他來了一頓猶太人的寧客規矩 就拿起石頭怎麼樣 就砸他 那麼結果怎麼樣 就把他什麼 就把他打死了 這個聖經講說 他們把他打到一個地步呢 以為他死了 我想他們並不是說是打完以後 這個就罷手 他們是我想 因為他們想說他死了 所以才停手的 所以是打得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呢 就把他拖到城外去 那麼拖到城外去 就把他丟出去了 丟出去以後呢 那麼丟出去以後呢 這個門徒呢 就圍著他 他就什麼 起來了 門徒正圍著他的時候 你說這些門徒圍著他在幹什麼 祷告 是不是 祷告 當他們聚在他的周圍 被他祷告的時候 他起來 雖然打倒 勸勸之死嗎 所以他可以繼續的能夠為主 什麼 傳福音 那麼 在我們的生命裡頭 我想我們會經歷到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 我們生命 有的時候 會來到一個據點 可是 神 他掌管我們的生命 因為他是我們生命的主宰 他可以叫一個據點 變成一個鬥點 然後叫我們的生命 照著他的旨意 繼續的往前去 我想我們都經歷過 我在前面這幾年 我想我有好幾次 要被畫一個據點 可是神 他在那裡掌管的環境 當聖徒圍著我們 為我們祷告的時候 我們能夠再一次能夠站起來 所以 榮耀歸給主 那麼 我們有這個內著的 基督的生命 有這個 剛剛我們唱的詩歌 有一個屬天的能力 是一個取之不盡 用之不解的能力 在我們這個寶貝裡面 在我們的瓦器裡面 讓我們能夠成為一個 福音的使者 讓我們能夠讓福音的真光 從我們身上能夠照亮出去 這個光是為了引導 在黑暗裡頭的人 能夠進入神的生命 因為神的這個大能大力 就是他創造的能力 就是那個叫基督從事裡 復活的這個能力 能夠教我們每一個 幸福的人 過得盛的生活 那麼 剛剛我們讀的詩歌 講說 這顯明 要顯明這個莫大能力 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 那麼四章十節 就講到 一個關鍵的聖經 這個關鍵聖經 講說 他說 身上 常帶著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身 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耶穌的死 是什麼意思 身上怎麼會 怎麼能夠常常帶著耶穌的死 耶穌的死 啟示我們一件事情 他的受死 歸著我們的緣故 他甘心情願地 捨得他自己 而且面對十字架的困難 在十字架的上面 他為我們身體破碎 那麼從他的身上 就流出了這個生命的活水 流出了他們的保血 他的身上 展開了這個生命的泉源 我想這個死 不單是在他的身上 是一個事實 今天 在屬靈的意義裡頭 他的死 也要在我們的身上 長長的要戴著 這一個 同樣的耶穌的死 叫我們也能夠 在這樣子的一個 屬靈的事實裡頭 我們認識十字架的工作 在我們身上 再做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 講到 捨擠跟破碎的工作 這件事情 叫我們面對 一個擠的一個問題 柏馬書提醒我們說 他說 順從肉體的 就被肉體所掌管 可是順從聖靈的 卻是生命跟平安 我們如果把我們的生命 交在聖靈的手中 交在這位主的手中 神所賜的是真實的生命跟平安 可是這個掌管 出現在我們這個人 願意把自己的生命 交在神的手裡頭來掌管 而那個願意出現在我們這個人 願意把自己擺下來 願意讓神的生命 能夠彰顯出來 耶穌的生 其實我們認識 因為主的復活跟聖天 所以他賜下了聖靈 住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有這位內住的基督 我們曉得主應許說 他跟人主講說 我不去寶貝師就不來 我去了就拆遣他來 那麼他來了要住在我們中間 而且他要與我們同住 所以在這一個真理的裡面 我們認識到這個寶貝在我們的身上 證明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不可以否定的一個事實 就是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了 而且生在天上 在自大子的右邊 他掌管天地宇宙萬物至高的權力 所以我們有這個把握 這個把握耶穌復活的 這個權力在他的身上 我們可以靠著耶穌的大力大力 我們可以過著生的生活 所以我們聽見主的一個呼召在我們的身上 他說你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你 那麼這個呼召是向著每一個信主的人所發出的 可是是不是我們真的每天願意甘心情願地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耶穌基督 是不是我們真實地願意來在十字架的工作裡面 來經歷這個蛇疾跟破碎 我們先前講到環境會能到 我們先前講到挑戰的環境 背面的環境會能到 因為神借著耶穌基督提示我們 我們在世上有恐難 在基督裡頭有平安 我每次讀到那段聖經的時候 我總是趕快去讀後面這一句 在基督裡面有平安 然後我就得了一個安慰 可是當我面對了生命中的挑戰 一次好像打了一次的時候 我發現神的恩典實在是夠無用 原來在這樣子的一個平安的環境裡頭 他讓我們認識了跟隨主 甘心情願地背起他所 要我們背個十字架來跟隨他 而當我經過這個過程的時候 我認識他是怎麼樣子的 在我們的身上做一個破碎捨棋的工作 原來真的不是我在那裡好像努力的做了誰 原來是主耶穌基督一直在那裡坐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當我們認識主在我們身上這個不斷的工作 在一生的工作的時候 慢慢地我們經歷到基督的榮美的生命 可以藉著一個卑微的瓦器來彰顯出來 在馬可福音十四章裡頭記載了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叫做《一件美事》 這故事講到在勃大尼有一個大碼風的西門 在他的家裡頭 那麼這耶穌到了他的家裡頭 那麼在他的家裡頭坐席 就來了一位女子 這女子來了以後呢 就帶了一瓶很貴的珍拿達香膏 這個珍拿達香膏呢 在以色列人的傳統裡面 女子為什麼預備這個香膏呢 因為他們什麼 他們預備他們自己出嫁以前 什麼要用的 出嫁的時候他們要把自己膏得非常的香 因為這個香膏非常的貴 據說的話呢 差不多相當於現在一個平均的人 一整年的薪水所需要的這個錢 來買一瓶這樣子貴的一個香膏 所以要累積很久很久很久的時間 才有辦法累積得下來 那麼所以這個香膏很貴重 那麼這個他到了耶穌的這個跟前的時候呢 他就把這個香膏的這個玉瓶 這珍拿達香膏是裝在一個很好的這個瓶子裡面 就把它什麼 就把它打碎 是不是 打碎以後 讓這個香膏什麼 能夠流出來 然後他把這個膏就抹在耶穌基督的頭上 他抹在他的身上 那麼當他做了這樣一件事情的時候呢 馬上呢 門徒就有反應了 我們也許可以猜想到是哪個門徒講的這個話 他說 這麼貴的香膏 怎麼這樣子就浪費了呢 他實在他很顧惜到那個香膏的價值 結果呢 主是這麼說的 他呢 他講說他就是這位女子 在我身上做的是什麼 是一件美事 我實在告訴你們 普天之下 不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訴說這女人所做的 以為紀念 不曉得你們讀這段聖經的時候 你們的心裡頭是怎麼想的 為什麼這件事情 這樣子的在主耶穌基督的心裡頭被看見 要我們不論在什麼地方傳福音 一定要提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的意義是什麼 他當然讓我們看見了 要把握這個機會 要把最好的獻上 因為當他高耶穌基督的時候 這正是耶穌基督要為我們上十字架以前不久的事情 而且他所用的 是他什麼 一生穢基督以頭最寶貴的 也就是說 當他把這個物語瓶打破的時候 他不曉得要再存多久才有 他再存出錢來 有一瓶這個香刀 然後他才可以嫁人 我想他打算什麼 他才打算 不嫁人 可是到底什麼東西讓我們做 覺得這麼寶貴 我想我們在新約裡頭 我們可以仔細去看 去搜尋 我們會發現 在整個的四福音裡面 耶穌基督做了數不完的神機騎士 他一直在那裡服侍人 他一直在那裡 為人醫病趕鬼 他在那裡撕水變成酒 叫人家的婚宴能夠得著喜樂的寶貴 可是你是不是可以找到 曾經有任何的一個人 神在主他 沒有死以前 曾經把自己的所有一切 為著他頭上 服侍在他的身上 而這樣子一個服侍 在神的心裡頭 在神的兒子的心裡頭 成為一個極寶貴 而且值得永遠被紀念的一件事情 我想這個女子 她把握了一個機會 因為這個機會 是一絲就不可再生 我相信今天 神仍然把這個機會 賜給我們的每一位 要我們能夠 在有機會的時候 能夠服侍他 能夠把我們的最好 能夠獻給他 我不曉得什麼 是我們生命裡頭的 曾娜娜香膏 可是有一件事情 卻是確定的 那個運瓶不打碎 香膏就不可能流出來 到底那個要破碎是什麼 我想這個是我們 可以問自己的 所以 弟兄姐妹 我就問這個問題 這個寶貝 是否從 神明的王氣中 彰顯出祂的大恩來 我們一同地分道道 親愛的主 我們 何等的感謝祢 就讓我們 能夠 蒙了何等樣大的一個恩典 因為耶穌基督降世 為的是救我們 主這個話是可信 而且是可佩服 主我們如今 因著蒙恩 成了何等樣的人 主你叫我們 有一個屬天的生命 有你這個寶貝 在我們的王氣裡面 主為著是要能夠彰顯 你這個莫大的能力 主啊我們求你 主啊幫助我們 主當我們看見 你的真理的時候 我們知道 主這個寶貝要彰顯 她的能力出來 主要真是要經過我們這個圓 而我們這個圓 主多少的時候 主我們不能夠讓這個寶貝 就這樣的自由在我們身上 比如說彰顯 主我們有許多的 時候 主我們的綱命 主我們的驕傲 主我們沒有辦法 讓你的寶貝 能夠在我們身上 能夠彰顯出她的能力來 主因此我們在這裡 我們求你 我們把自己 主把這裡的弟兄姐妹 每一位 我們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我們把這個教會 主交在主的身上 主我們求你 紀念我們 主當你告訴我們 寶貝已經在王氣裡頭的時候 主我們相信 主你更深的 持字架的工作 要做在我們身上 主啊叫我們能夠真實的 在每天在每日的生活裡頭 我們能夠經歷到 主這個寶貝在我們這個王氣的裡面 主要叫我們在我們的身上 主能夠反射出 耶穌基督那個濃美的光照 主叫這福音的真光 主能夠臨到更多的人 主我們求你 主是紀念 主早晨所說的話 主你紀念 主你自己向我們 主要叫我們的生命裡頭 主不但 主成為一個你所托付的 一個福音的使者 主我們更多的在生活裡頭 主我們能夠應證你的大量大力 我們能夠過得盛的生活 主我們也在這裡為每一位祈求 主凡是在這裡有勞苦重擔的 主在生活裡頭遇見挑戰的 主我們把這裡的弟兄姐妹跟朋友 揚望在主的手中 主當我們回轉向你 主當我們的心 主向你敞開 主當我們的眼目 主投向你的時候 主我們求你 主垂聽我們向你的呼求和禱告 主啊真是幫助我們 主在這些艱難的挑戰環境裡頭 主我們不但經歷到主我們親自的同戰 主我們也更深地經歷到主我們聖禮在我們身上 主要做的那個永遠的荣耀的工作 我們把一切的荣耀和戰禮都歸給你 祷告靠耶穌基督的聖明 Amen 也許我們都會用這個 我們要的福祉 既然可以用這個 我們要的福祉 聖明 聖明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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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一按一下 支撑是誰 多謝 祇贊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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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天 救命 救命 千怀 严重心 知识 耶稣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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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人唱英文好 也许左边的 我们用英文唱好吗 让大福音 那里的福音 尽量 在全部 和神的 福音 不得 人 奥 神的 中 军 神的 你再唱一唱歌,可以聰明的话。 记得这也是有弟兄兄兄姐姐 谢谢 谢谢 师兄教会谢谢 我们这一次可以先换右边的弟兄姐妹唱一文 然后左边的弟兄姐妹唱一文 右边的弟兄姐妹可以唱一文 贴用心 ений 张曲 张曲 文零 All the Spirit divine, All my Savior we find, Till the beauty of Jesus We sing in me. And then, Yes, we may be Zong the Shenzhen, Yes, Yes, Gj的时候呀, inen glad to see you. If you will não, Seu rei, Zong-a-la, Vairo- predê-la, Vair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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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ro-do,